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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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tie 炎彩 哪里厉害 我们之中的都是 1110年全国援助民族运动会 在3月19日隆重登场 大会圣火历经12天 跑遍21个县市后 最后在宜兰县长林姿庙 与花莲县长徐正蔚 在两县县界的大浊水溪桥上 进行神圣的传递仪式 请花莲县和平国小圣母队 祝火代表将祝火传递给徐县长 请徐县长将祝火传递给宜兰县 林县长在场大家共同建政 请宜兰县长将祝火传递给宜兰县 二花不小圣火队祝火代表 这也是宜花东三县市首长于就任时 推动花木兰连线 另一项重要的历史性运动赛事的合作 特别是全国原住民族乡镇多半在花东两县 此次的盛会可说是宜花东一起动起来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在伊兰 迎来大县厉害 他们是我们台湾特有种 长中山羊 大县叫妹 男生这个帅哥叫妹哥 给大家挥挥手 还有我们可爱的阿密子的姑娘喜妹 迎接圣火回到宜兰后 宜兰县政府在南澳乡 举办原来那么厉害 圣火之夜晚会 即南澳文化嘉年华 圣火队一进场就引来乡民的欢呼 迎接圣火进入会场 由太亚三兄弟子女族员传递圣火 舞动人名 轩肉男友 担任圣火关的三兄弟 母鸦娃代成语 猛脑马校不过尊 大公有盖赖书语 以及守护圣火的族人 由南澳的圣火三兄弟接棒的大会圣火 就是日前在丝园崖口 引燃的神圣之火 邀请在地八十多岁的部落骑老 为大会祝祷祈福 在宜兰县长林兹庙 南澳乡长李世 圣雄先议员松王淑贞 敬拜天地和祖灵后 担任圣火关 接下火炬 再交由太亚三兄弟 前往圣火台上点燃 此时南澳相立运动场 烟火四射 振奋人心 高举圣火 点燃圣火 和平 光临 团结 友谊 舞动圆明 闪耀蓝羊 一百一十年全国援助民族运动会 这一位 人们 好厉害 掌声 南澳乡长李盛雄感谢宜兰县政府 用心筹划此次运动会 并升级到最高等级 让全国人民看见原香之美 我想今天能够这样的顺利 能够这样的圆满 都要归功于我们县府团队的支持 能够让我们能够跟县府无缝接轨 办这次活动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最感受得到是 县府一起主管各局处互相努力结合 而且贯彻我们县长的理念 大会筹备会召集人 宜兰县长林子妙表示 今年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睽違14年在宜兰举办 宜兰人族群融合 像是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迎接各地原乡选手 来到宜兰展现原住民的利与美 我们2021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就在我们的宜兰 睽違了14年的原住民运动会 那我们以办喜事的这种心态 来办了这场盛事 那我们在3月6号的时候 在我们的四眼崖口 这个取得盛火 那在12天之内 到了21个县市 那感恩祝福 接棒传承 一棒就一棒 棒棒都是强棒 那今天盛火来到了南澳乡 那我们一起努力 拼出宜兰的好生活 那这次的原住民运动会 我们以尊重 而且我们的族群融合 南澳大同 我们都每一个 南澳大同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都是全力以赴的 那这次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19号20号21号22号 这几天呢 每天的这个运动赛事 我们以运动家的精神 来举办了这次的运动会 我们希望呢 把这个奖牌呢 都留在宜兰县好不好 好 各位原住民朋友要加油 加油楼哥 原住民族立法委员以及地方明代 也都相当重视此次的运动会 从全国记者会到四元雅口取圣火 到县界迎圣火 都在在看见 宜兰人不分种族团结合作的精神 2021年在宜兰县 举办的这次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一定会非常的圆满 获得我们全国原住民族人的一个怀念 跟肯定 这次是今年最多的经费 那当然要感谢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 大家都真的辛苦了 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大家辛苦了 整个运动的赛事都可以让我们宜兰县 让各县市人看到宜兰县 最好的一个表现 这就是我们展现我们宜兰 整个团队精神 那么最希望的是把金牌留在宜兰 我们祝福我们宜兰县的选手 楼干谢谢 圣火之夜南澳文化嘉年华活动 以静歌热舞方式 传达南澳湘民的热情 以现代及传统舞蹈 宣告原住民族运动会 在蓝洋平原登场 此次南澳湘也凸显在地的文化特色 特别以烤乳猪来庆祝 因此邀请了县长用族人的锄刀 切开传统原住民的餐食 为大家带来最接地气的饗宴 请县长开出仪式 开始了 好 魁伟了14年才再回到我们的宜兰县 所以我们结合了观光文化教育 原住民的我们的这些乡亲好朋友 大家互相切磋我们的文化交流 所以这个都很重要 所以这一次的原住民运动会 凝迹了所有的这个十六祖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他们对于互相就是竞技 那以运动家的精神 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之下 能够取得最好的胜利 所以今天很高兴 我身为宜兰的主人 我感觉到这个族群的融合真的很重要 借由宜兰县办理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宜兰人要以真诚款待 贴心服务的最高品质 让大家认识在地的文化 观光和产业 感受到宜兰人满满的热情 谢谢我们的宜兰 谢谢我们的以后的展望 收听